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赛 而且公使夫人也无权处理国事 其在文中还详细说了几件事 都是赛因生意上的事 被德国小官员责难而毫无办法求助其的事 通过这些事 其如山说 他对于德国人没有什么办法 且可以看出 他言谈动作还很轻巧 乃是一种妓女的作风 绝没有一点公使夫人的身份 如此则他与外国人来往 也不过是玩玩闹闹 不会有高效的交接 更不会有什么高尚的言谈 何况国际大事呢 其无山还说 我跟刘半农到畅谈过一次 不过我同他谈的时候 他所著的赛金花本事一书将要脱稿 或已经脱稿 其对刘做了一次中稿 我相信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 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 他也不敢跟瓦帅谈国事 其说了他的理由 第一是赛的德语不行 文中有赛之德国话 稀松德狠 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 是因他还不及我 但我的德语 也就仅能对付着弄懂而已 第二是其所见于赛交往的 都是德国低级军官 连上位都难碰到一个 并且数次遇到瓦的时候 下都不敢曾去见他 所以我测度 他没有见过瓦帅 就是见过也不过一两次 时间也一定很短暂 至于伟生瓦帅 那是绝对不会有的 第三是瓦德西无权做主 其在文中说 瓦虽是联军总司令 但只是因他的官职高 并非德国权大 并且总司令只管军事 国事交涉 仍有各国公事主持 其中告留 所著之书明曰本事 不是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